好山好水喝好茶,来到平陵就是要喝茶,因为平陵的茶好喝。 这是陈世义的家,四方茶园。 四方茶园只要在假日,就会引来一大群慕名而来的名茶客, 专程而来的始终客,最重要的它是平陵游客的休息站, 而导游更是把这个地方当作宣传平陵茶的重要据点。 导游热情不停的介绍,游客一匹一匹的仰入, 老板娘殷勤热情的接待。 这些游客都将成为平陵茶好喝的代言人。 平陵茶的冲泡很简单,先加茶园杯及茶壶温杯温壶, 然后用八分满的茶叶放入茶壶中用开水冲泡。 这样持续的冲泡大约可以冲泡七八回, 然后把冲泡好的茶倒入茶园杯备用。 一般茶园杯大约可以储存茶壶泡出来的茶两次到三次的量。 同样的喝茶的杯子也是要温杯。 温杯温壶除了清洁消毒之外, 它可以使茶维持一定的口感并散发香气。 平陵茶是以清新乌龙烘焙而成的, 是一种半发酵茶。 制茶的过程是采清、日光尾雕、室内尾雕、 搅拌、炒清、揉碾、干燥。 经过这些手续才能够完成它。 制成后的平陵茶形状是条状的。 冲泡的时候,茶汤的颜色是由蜜玉渐渐转成为蜜黄或金黄色。 平陵茶最大的特色就是清香、甘甜、不苦色。 2006年,平陵文山包种茶参加北京举办的第三届国际茶叶博览会, 击败了14个国家250种茶的竞争, 夺得了半发酵茶的冠军杨维世界。 这不但是平陵的荣耀台湾之光, 更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精致农业的优异成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